圣诞树上挂满心愿卡 每张卡片代表一个心愿 加勒福文教基金会连续三年 与兰志基金会合作圣诞圆梦计划 一个月前就让兰志137位学员写卡片许愿 并由基金会在加勒福宜兰店展开小额募资活动 最后将款项用来购买心愿礼物 也相当顺利的在圣诞节前 将礼物送到兰志学员们的手中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加勒福基金会来 加勒福基金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小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的可爱 那每一年他们针对他们圣诞节 都有他们想要的礼物 所以加勒福我们会跟我们的消费者一起共通 来针对小朋友的礼物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采购 然后同时间来这个地方 跟他们共度这个快乐圣诞节 其实学员们想要的礼物很简单 大多都是饼干 也有要包包或是书包 娃娃玩偶 活动也邀请到日本京都宇智市的吉祥物 叉叉小王子出席 和大家同欢 因为这都是我们每一年都来 圣诞节都来跟我们小朋友送礼品 我们小朋友是没那么聚 不过因为大家很害羞 你看出来我希望我们宜兰社会国家 会继续跟我们支持 让我们兰资继续走下去 小礼物带来大满足 学员们都玩得非常开心 也希望大哥哥大姐姐明年还要再来喔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嗯 嗯